副赛首场比赛 全华班广煞112比95大胜双外援同期 孙明辉的出色发挥功不可没 全场比赛他得到20分 9篮板7助攻2抢断 攻防两端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打出了不逊于外援的比赛统治力 我是秋迪时间的小飞 今天我就从个人的角度 简单地分析下孙明辉奔唱比赛优秀的技术细节 我们先看防守端 提起孙明辉 很多球迷都会想到他的招牌抢断 本赛季CBA 他场均2.9个抢断独占凹投 他很会利用臂展和神经反应的优势 下手快准狠 但是这场比赛中 其实是他的团队防守能力 给童西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在这一球中 童西内线马尔丹 给箭头人物约瑟夫洋 做了手地手掩护 按照赛前的布置 广沙的内线苏若瑜 进行了一次大延误 但这并没有给羊造成太多的困难 在这一瞬间 约瑟夫洋其实已经摆脱了防守 处于球场视野最好的中间位置 并做好了加速突破的准备动作 在羊的右手边 除了异测和底角的两名进攻球员 21号王瑞已经完成了溜底线切入 并举手示意做好了接球准备 而广沙只有松明辉和赵延浩两名防守球员 处于二防三的劣势 这时 孙明辉做出了教科书般的协防 首先 他站在了罚球线湖顶中间靠左的位置 这样做的好处是 无论约瑟夫洋数和选择 他都能做出干扰 如果他太靠下 那约瑟夫洋可以选择跳投 如果他太靠球场中间 那约瑟夫洋可以选择传球给孙明辉防守的一侧合进加 如果他太靠左 那约瑟夫洋就可以中路突破 止杀篮下 我们再看孙明辉的防守姿势 双臂展开 膝盖微曲 双脚间距较大 让自己的控制范围变得更大的同时 低重心和做好发力准备的下肢 让他第一时间能做出防守反应 事实上 之后约瑟夫洋也不得不减速并做出不是那么快的跳船 这赢得的宝贵时间 才让胡金秋能从禁区跑到三分线外 完成精彩的三分风改 类似的 这一球中 同西掉球给哈达迪 迫于其内线杀伤力 广沙不得不用赵天意顶住上线 同时胡金秋守住底线禁区 这样的结果是 本来胡金秋防守的24号孙思瑶 在罚球线被放空 一旦哈达迪能快速直塞 那就是一个内线攻框的好机会 观察到了这一点的孙明辉 敏锐的向下滑步 阻断了这条潜在的传球路线 之后 哈达迪交球给外线并重新发动挡柴进攻 这时 广沙在靠近边线的位置对持球人进行了包夹 孙明辉作为理掩护人哈达迪最近的协方球员 快速补到了哈达迪的身前 也让同西做出了较为危险的远距离横传球 在李金龙和胡金秋都完成轮转换位之后 他又补到了胡金秋所防的孙思瑶身前 虽然陷于力量和身形的差距 没有阻止其拿到前场篮板 但也让他不能第一时间轻松地完成补篮 为刘真之后的大帽和反击创造了先决条件 这两球 虽然最后统计数据上 孙明辉并不会直接受益 但他的协方和补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进攻端 我们对孙明辉的印象一直是 跑车 快马 特斯拉 确实 在持球系统加速这一块 孙哥那是真的牛皮 这场比赛他也多次上演长途奔袭 强行打反击的戏码 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 年轻的孙哥有时候还是会上头 打到兴奋了就成了铁头娃愣头青 和大傻一样一跳舞 结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又但是 就这场比赛来说 孙明辉转换持球时并不是一味的直线加速 他还增加了很多节奏 速度 方向上的变化 同时 他也有意识地增加了分配球的比例 在小外员不在的情况下 承担了进攻组织的责任 如下三球 他分别采用了两次背后 和一次单手点传 这种难度非常高的传球方式 塞给跟进的内线 展现了他娴熟的传球基本功 这球稍微有点犹豫啊 可以直接投三 怎么会 速度真快 漂亮 漂亮 背传 强行加速超车 哇 太厉害了 好 又漂亮 我没想到啊 孙明辉 这要是搁以前的孙明辉 就上了 就冲上去了 就是造个犯规 要犯规两次罚球 极限的情统下 能把球从空档传过去 这不容易 两个人缝 再看一下 观察 传 胡宁球接得很舒服 看看能不能早点上哈达底 以大中锋 围让大中锋打一打 这一下 再补连续的前场篮球拼抢 好球 最后是刘征打进了 如下三球 他能在第一时间 没有好的选择的情况下 稳住不浪 保持运球的同时 观察并找到外围的机会 两罚全中 29比22 7分的分差 孙明辉 这边底角 好球 接球就了 李鸿鹏这边 也是进了两个三分球了 同心还是要用三分球 给广沙带来更多的压力 要不然光打内线太费劲 今天一看 两个内线的防守非常积极 苏耀宇往出大延雾掩护 然后胡青秋里边扑出来 直接封盖对手 这个范段还是很不错的 传得不错 但是刘征的三分球并不是他常用武器 最后一球 他则将球伤展现的淋漓尽致 观察到防守人领先自己身位的情况下 没有霸王硬上攻 而是利用上篮的假动作制造身体接触 完成二加一 对 孙明辉 漂亮 那不假动作 好球 二加一 这就是孙明辉的进步之处 以前一脚油门踩到底 现在 伴随着一脚刹车 一个假动作把人晃飞 打成像这样漂亮的这种进攻 你看 这就是孙明辉越变越好的一些细节点 没错 现在看他这个表现情况 看看明年广沙在找外援上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在风险上下一下文章 这场比赛中 广沙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打出了精彩的团队篮球 希望他们能保住这个势头 同时 我也更希望孙明辉能持续进步 不仅在联赛 而且在国际赛场上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我是秋迪时间的小飞 我们下期再见